蓬佩奥在布鲁塞尔的马歇尔基金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 他在北约外长开会讨论莫斯科的最新紧张局势的时候说了这番话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最近发生了一次海上冲突 冷战时期的武器控制协议也迟迟没有定论 一些盟国指责特朗普政府在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 采取单方面措施破坏了世界秩序 特朗普总统并没有破坏这些机构 也没有放弃美国的领导地位 相反的在我们伟大民主的优良传统下 我们正在团结各国确立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 致力于实现所有人的繁荣 我们支持那些可以改进的机构 支持那些符合美国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机构 支持为人类共同价值观服务的机构 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 可我不能 谢谢 谢谢 谢谢